提到德国的格拉苏迪原创 你会想到什么 是不是我手上这枚偏心大尔利 当然除此之外 格拉苏迪有它独特的复古风格表款 比如今天节目中的70年代大尔利晚表 诶等一下 这两枚晚表是不是长得一点眼熟 我们把时间往前推两年 当时格拉苏迪推出了电音栏和火力城的盘面 跟这个怎么这么像呢 大家来找查的时间到了 我们来看一看 两年前和现在的表款有什么区别 找到区别了吗 区别就在小表盘的外圈上 之前那个戴的是无框眼镜 现在这个戴的是黑框眼镜 当然除此之外 从这两代万表命名的差异上 我也看到了社会情绪的变化 当年的表款叫什么 电音栏和火力城 现在的表款叫什么 泳池兰西瓜红 大概的意思就是 电音火力四射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嘛 该在泳池边躺平就躺平 该在夏天吃瓜 那就吃瓜吧 OK回到万表本身吧 这也是格拉苏迪原创 70年代大尔利季时系列万表 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 咱们还是好好聊聊手表 叫70年代系列 并不是指它诞生在70年代 或者说有什么70年代的原型表款 而是说它整个的万表这种方中代员的设计 是来自于70年代物品的灵感 比如说那个年代 方中代员的电视机 家里的柜子 沙发等等 有很多类似的设计风格 而现在的人更多把这枚万表称作 格拉苏迪原创的电视机万表 而在功能上 其实这个系列的万表呢 挺复杂挺烧脑的 以这个即时表款为例 很多万表品牌都会把它们 有非反即时的万表 在下面写一个大大的flyback 他们家没写 但它确实拥有非反即时功能 其次 除了正常即时万表 都有的小秒针 即时指针还有30分钟累计即时盘面之外 它还在6点钟位置 放了一个得表标志性的大力窗 而12点钟位置这个小开窗 里边放的并不是月份显示 而是12小时累计即时盘面 就当你开启即时功能 当3点钟位置这个小表盘 累计即时3分钟满一圈的时候 它走半格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你看不到它的运转 谁没事记几个小时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错 在它小秒针盘面的小表盘边缘 还有一个动除显示窗口 看仔细了 现在动除显示是满格状态 而动除不足的时候 上面会留白 怎么样 听我这样一说 你是不是觉得这枚万表 是10万出头价位里面超着复杂的即时万表 当然获得这么多功能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就是它所搭载的格拉苏利原创自产3702机芯的厚度 达到了8毫米 是机芯厚度不是万表的厚度 所以来到侧面就能看出 这枚万表还是挺敦实的 整表厚度达到14毫米 但这个机芯呢 我有一点需要表扬一下 就是它的尺寸 31.6毫米的直径 让这枚万表的背透看起来 绝没有其他方表大圆机芯那种大表科小机芯的感觉 在一枚方表里 它的机芯看起来非常饱满云层 而说到背透 那就跟其他格拉苏利万表一样 再一次把你的获得感拉满 这枚万表的背透呈现非常漂亮 你想要的得表元素 镂空的21K金百坨 手工打磨的四分三甲板 单额镜微调 外加增量的导入轮 通通给你给到 至于黄金套筒 可能和正装表相比 也就差两个黄金套筒吧 而且整个机芯背透层次感做的也很漂亮 有那么一点点微缩成事的感觉 如果真的要买的话 强烈建议啊 实物上手感受一下 因为这枚万表有一点 它40x40的表镜 跟泰克海的摩纳哥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它这个外圈 还有一体式链带表尔的造型 一般情况下 有钢带和橡胶表带两个选项的版本 我都会推荐你先选择钢带的版本 因为你自己后配橡胶带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但这么一万表 我建议根据万维来选 万维18以下的 建议选择橡胶表带的版本 我的万维17 它的表尔上下间距是50 带着刚刚好 而如果说是钢带的话 上下还有一些头力的弯曲 你万维17就hold不住了 至于颜色的选择 我这里想问问大家 今年这个泳池兰和西瓜红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其实这已经是格拉苏的原创 大人力计时万表第三次的改变了 2014年刚刚推出的时候呢 初代表款的盘面设计 还有它的这个石标啊等等 跟现在的是有点不一样的 到了2014年 刻度石标做了一些优化和修改 而到了今年 它们又在小表圈上加了个小黑框 也就是说 经过每几年一次小幅迭代 这枚万表的颜值 也越来越惹人喜爱 当然了 这个系列的万表呢 也有常规在售的版本 就是不限量的 一般都是采用放射纹 或者渐变色的一个处理方式 而漆面盘一定都是限量款 我今天节目中这两枚呢 都是各限量100只的存在 你可以选择钢带 或者橡胶表带的版本 而前两年卖的非常火的 柠檬黄绿松石薄荷绿 也都是限量表款 都是100只哦 至于购表建议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万表的话 每年推出这种限量的漆面盘 就应该是最好的选项 只不过啊 过去这些表都是一表难求的存在 门店里很难直接走进去都能买到 而今年 毕竟大家的购表热情都下去了 也应该是你简陋最好的时机了